打开暖心福袋里头有面条、肉骨茶汤、芝麻酱、XO酱还有午餐肉 食材丰富又容易保存 台湾企业精英协进会与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 连续第二年发起寒冬送暖活动 在会有热情赞助捐书下 募集千份暖心福袋要送给松山新义区弱势家庭 由议长戴席亲、理事长林湘平代表捐赠物资 让弱势民众感受社会温暖、安心过好年 我们这次非常感谢台湾很多企业界的朋友 包括我们台湾企业精英协会 还有包括影音节目制作工会等等 他们发挥这样的一个爱心 也捐了很多的善款 那我们也希望特别在两三年的疫情的部分 大家各行各业影响非常大 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即将春节前夕 能够结合这样的一个社会资源 购买这样的一个暖心福袋 来送给我们一些比较经济属于弱势的家庭 也希望他们能够过一个非常温暖的春节假期 我们已经连续两年了 那觉得过去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觉得有一些独居老人来领物资的时候 有的是坐轮椅 然后有的是拿着拐杖 所以那个场面特别的感动 那我们觉得说这些独居老人其实是很辛苦的 而且也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没有被关注 虽然我们整个外面的氛围充满了喜气 所以我们就有几个好朋友先发起这次的活动 说我们大家来捐助看看 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就有很好的成绩 有上千份的好朋友大家捐助 那我们觉得如果假如能把这种活动能做一个扩大 我相信一件事情即使是没有多少钱 可是实时上这个意义还有这个影响 是觉得功德无量 我们去年送年菜 其实大家对年菜非常满意 满意可是问题年菜是冷冻食品 所以我们必须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可能晚上一两点就开始要准备这些物资 可是又怕拿到这个民众的手上 没有好好的保存造成了一些损害 所以我们今年就打算送这些 这个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有鸡汤 有一些方便面 有日本拉面 然后有这些XO酱跟芝麻酱 有吃辣不吃辣 所以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物资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 让有需要的人 他想吃的时候就立刻可以处理 而且这个时间又可以放得很久 然后我们想连续假几十天 什么时候会饿不知道 如果能准备这样的东西给这些民众 我觉得应该可以起一点作用才对 这是我们主要当时设想的一个目标 代表受证的社会局副局长廖雪茹表示 非常感谢业界的善心 捐赠的爱心福袋将梅和嘉惠给松山信义区社福中心 所服务的经济弱势个案 其实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一些企业 还有我们的一些民间单位 那都会来做这个喊冬送暖 那帮助我们 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社福这边提供的一些服务之外 那也加满帮我们的一些弱势的家庭 能够提供另外的一些物资 让他们在过年期间能够过个更丰盛的一个春节这样子 那这个物资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发放给我们松山还有信义 这边我们松山社福跟信义社福 我们服务的一些就是服务的对象 平常可能就是我们社福这边有需要协助的这些家庭 或者是独老等等的 那我们就会在过年前把这个物资分送给他们 透过人间有爱寒冬送暖公益活动的抛砖引玉 也期待有更多民间单位公司协力 为弱势族群尽一份心力传递更多的温暖与关怀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